政府为何要拖后选举呢, 其实从提出这个讲法时序去看, 都已清楚知道个用意, 就是说我想建制派真怕输, 因为去年区议会选举经验,真怕输, 所以现在形势似乎对他们仍然相当不利, 一直有个想法, 就想借着会否在国内住的香港人有份投票, 因为他在国内接收资讯受到限制, 会否对建制派较为有利, 我相信他真是这样想, 而且根据最新的统计报告, 香港现在有五十几万人经常在国内居住, 各种原因,做事也好退休也好, 我想他们估计如果五十万人不用多, 好似香港整体人口一半人做选民都要二十几万, 而且可能都是一些较为接收到国内资讯比较多, 在国内如果有这样的选举投票, 他们都很难接收到民主派的资讯, 他们以为对自己有利, 所以他们一方面觉得这个问题未解决, 可能对他们的选情会有些影响, 第二来希望争取时间去做这件事, 所以政府后来讲什么疫情严重这些都是用来讲的, 都是借口来, 因为我们都讲过在过去大半年, 其实有四十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选举, 亦都相当之凭之有罪, 中大港大两位医学教授亦都讲了, 其实是可以去到八月底决定的, 亦都有人提出建议透过选举安排, 包括一日变两日, 票站分时段投票这些操作安排, 其实都可以令选举继续进行, 而且直到今日无任何证据证明到, 排队有秩序的排队会造成传播, 现在最主要引致传播疾病是开派对, 饮宴等,7月11、12日两天初选六几万人投票, 有无传出过因为排队投票而有传播疫情, 是无的, 所以政府的讲法基本上站不住脚, 不过刚刚撞政这段时间, 确实连续十日都有过百个个案, 政府大条理由乘机这样做, 而且一拖一年也很明显司马超之心, 如果你打算一年后都是这样, 情况真的很坏, 根据过去大半年的经验, 疫情有高有低的爆发, 为何不是好似其中譬如汤家华都讲过, 先延迟三个月再观察呢,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家华可以接受的方案,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无论怎讲也好, 延迟选举其实很难在法理上讲得过去, 因为你根据基本法的规定, 立法会是一个透过选举产生的机关, 你先不要讲现在的选举是否合理是否公平, 又不要讲立法会的组织是否公平, 总之立法会是四年一任选举产生, 这个基本法清清楚都写得下, 除此之外是无任何途径可产生这个基本法, 即根据基本法无任何途径可产生立法会, 很老实说你现在就算政府说这年真空期要人大决定, 或者说现在很多不同讲法, 说全体过渡又有, 选择性过渡又有, 政府委任委任又有, 甚至最尽的去到临时立法会都有, 即我觉得现在无任何法理依据, 是在四年任期满了之后, 任何人任何机构包括人大, 是可以指派某些人做立法会议员, 因为立法会议员唯一合法授权是来自选举, 这是很清楚的, 2016年我去投票选立法会议员时, 我是清楚知道它是四年之后, 即2020年就会任满, 其实你现在这样做, 无论如何讲到压后一年, 意味着你超越了选民的授权, 然后就潜见了一种新的权力, 就由政府特首或人大所谓紧急法, 授权一个无民意基础的立法会, 这是完全不合法的可以说, 紧急法也不是这样用的, 紧急法是授权行政机关, 在出现紧急处境时透过立法, 或透过一些不经立法会的操作安排, 去进行一些相关程序, 负许法定基础是这样, 但这不涉及对政权机构的授权, 你现在用紧急法的名义, 变成由政府由行政长官或人大, 授权一个政权机构, 这是很有问题的做法, 完全不合紧急法的精神, 所以其实这次他意图十分明显, 第一说什么都是借口, 第二现在这个做法可以说, 无一个说法能够符合宪政规定, 所以其实这个过度议会将来很多问题, 你可估计到, 即他在未来这一年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有可能会受到挑战, 法律上的挑战,政治上的挑战, 即要令这一年会做的所有事, 都未必有一个合理的说服力, 这令政府更难去领导社会, 所以其实整个做法相当愚蠢, 相当霸道可以说, 我觉得整个做法事实上是很差, 甚至有人会怀疑, 为何这几日政府酝酿要丫头选举这几日, 疫症多了那麽多, 这也是另一种, 当然这些阴谋理论我们无证据, 但政府事实上是承着这个势做这件事十分明显, 经过土工的热战狼外交态度, 及用香港用相当之鹰派的态度来处理香港问题, 根本不去处理问题核心, 而是意图用权势用权力去压下香港的反对声音, 在这个主导意识形态下, 他真是所有违法的事他都敢做, 违法的不合理的, 不合理验证全部都做了, 老实说制定国家安全法本身已很有问题, 制定国家安全法这件事已经跟基本法有抵触, 而制定出来的法例亦跟很多现有香港法例有抵触, 譬如基本上这方式不符合基本法, 他现在硬硬来说凌价基本法都可以, 跟着那些法例条文66条, 很多是跟现有的人权法有抵触, 但他又说他有凌价性, 其实你看到整个做法是相当野蛮的做法, 完全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做法, 所以在这情况下, 特区政府亦都变了一个代理人, 唯有跟, 所以你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 政府不是说外国制裁他们不怕, 外国制裁甚至无效, 但实际上现在出来的情况是否有效, 还有他怕不怕, 这个只有他们而知, 但有无效大家会见到, 现在续续有国家取消跟香港的引渡协议, 欧盟那边其实态度相当强硬, 还有对香港影响很深远, 因为欧盟冻结所有与香港已签署的协议做检讨, 而且会停止所有新协议, 这个做法是相当之严厉, 欧盟在成立以来我不察觉它曾经对一个单一地区 采取过这麽严厉的手段, 美国方面不用说, 除了这个自治法案之后, 还有蓬佩奥在九十日内要交一个制裁名单, 而且还有很多手段都未出, 基本上你看它怎样对TikTok, 怎样对华为, 事实上最近禁了几个 跟新疆有关的官员和相关公司, 已经有部份影响的公司, 所以其实那种影响是会出现的, 任志光初初说无事, 它现在都改口, 你看过去一季香港GDP跌了九%, 你看最近财政司长出过网子说甚麽, 实际上很清楚, 那个损害是逐步浮现, 有些地方反应我们已无留意到, 譬如有些相对无那浅烂的国家和地区, 譬如在荷兰, 东欧所谓波罗的海, 爱沙尼亚那些国家的反应, 捷克的反应, 或者特别近些澳洲的反应, 澳洲是很严厉的, 澳洲现在基本上整个政府高层, 是全面检讨对香港的政策, 只不过香港报纸比较少讲这些消息, 它只是引述了澳洲总理, 说明不跟中国妥协这句, 但实际上澳洲整个政府, 是现在做一些事, 是减低强国对澳洲的影响, 而将香港问题摆在一个很高的考虑层时, 所以其实各种问题都在出, 所以林郑月娥说我不怕, 我无资产, 我无财富等到英美, 亦不是很响旺, 他当然是这样讲, 这些正所谓夜行人出口哨, 但实际上, 在他做政务司长时大家都知道, 他先生跟儿子过了那边有居英权, 而且屋都买了, 只不过他做特首才卖了屋回来北京, 他儿子现在有一个都很清楚在美国, 另外一个去哪儿暂时不知道, 他说他在德国读书, 亦有一个传闻说他被北京夹住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 所以其实他唯有这样讲, 但他这样讲, 你一个个人你说你怕不怕, 其实你作为你个人不怕, 而作为一个处理当地事务的理据, 已经很有问题了, 即是你不怕死, 你就可以推香港人去死了, 是吧, 但他是这样讲, 就算你个人真不怕, 你不怕制裁, 你都要考虑一个负责任的政治领导, 你都要考虑这件事对香港有无好处, 现在很明显做的所有事都是破坏香港一国两制, 对香港会造成很长远影响, 每一个国家都说明, 特别是美国, 讲明会把香港视为一个普通中国城市看待, 取消香港的优惠, 有很多事会跟着做, 你一个为一个地区领导人, 是否不用你这些可能性, 我觉得这些是很不负责任,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 我觉得不要低估国际社会在处理对华事务上, 因为香港问题成为了一个新的理据, 因为香港事实上他们有很多利益在此, 第二,随着对华关係的调整, 香港亦都是西方社会 观照中国社会转变的窗口, 第三,对香港作出一些回应, 香港事务作出一些回应, 亦都是对华事务一个很重, 现在来讲是一个很利便的一个设入点, 我觉得整体来讲, 香港未来这段时间, 无论怎讲都好, 其实都会有很多动同不安, 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会令香港未来几年日子好恶过, 如果你从一个法理角度去看, 延迟立法会选举, 刚才我都讲了, 本身是不会有一个合理的法律依据说明, 所以每一次当出现这些事时, 特区政府就会说交给人大决定, 其实他说交给人大决定这句说话, 对我来讲, 意思是说他根本找不到法理依据, 就找人大背了他, 做了这些坏事, 你人大肯做就肯做, 你跟着下来这一年所做的任何事, 刚才我都讲了, 一定会引致一些法律上政治上的挑战, 可能人大不怕, 反正权在我他做甚麽都可以, 他是这样想, 但怎样挽回香港在国际社会地位, 或者怎样壮重一国两制,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当我无可奈何, 都要面对未来一年立法会的过度问题, 怎样最好呢, 当然你站在损害最低的角度去说, 你当然能够争取现届议会, 挨意气做多年是最好, 但现在民主派是否肯这样下答, 这样下答会有甚麽影响呢, 他们都要评估,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如果站在中共角度, 反正都是, 你这年做了所有骯髒事, 我可能真的觉得刘少佳解释的说法可能更好, 全部应该看守议会, 临不立会都别说了, 叫看守议会, 叶国谦说应该看守议会四年, 真去到很尽, 跟着做甚麽都可以, 他确实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这一年, 二十三条政改, 通过新法例, 就算选特首, 有千几个选委都要写确认书, 这些全部都可以做, 所以其实你站在北京角度, 反正都一见乌两见位, 做到尽它可能更好, 所以其实正如谭耀宗所说, 就算特首说全体过渡都好, 但人大不是那麽想可能, 人大常委表是那麽想, 所以说明问题是北京那种意志才是最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不知跟着下来, 人大可否怎处理这问题, 但可以这麽说, 站在北京角度, 反正都做了件很邪恶的事, 倒不如邪恶到尽, 这可能性真的不可排除, 如果你说全体过渡, 反正也未必能很肯定可以争取民主派合作, 我会觉得北京一不做而不休的可能性 都完全不能排除, never had to ever at all. 感谢观看